盗班公告别室 台铁局长颁包洋状 月初被自强号撞死的 64岁龙井盗班公何株冲 昨天举办告别室 台铁局长率领多位主管 和数十名道班公人前往调宴 那我们现在内部调查完成了吗 现在还在进行调查中 那短期的做法就是 我们还是持续来强化 这些年轻的机制 我们有一些更新的计划 我们比较少保养 然后少维修的专程系 局长追赠包洋状 感验何株冲31年的贡献 这起意外发生在本月7号 何株冲与40岁的黄敏鑫 两人当时正在轨道做倒叉巡查 即螺酸整修 赤强号司机疑似未注意前方状况 两人被撞飞到旁边轨道 当场禅室 公会表示台铁因把养护时间拉长 减少意外发生几率 因为因为业务扩充太高 人力稍微有复杂 所以在整个遥望的阶段 会不会比较人力稍微 会比较勉强 东西英文台中报道 未经许可,不吝点赞,不吝点赞,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